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种盆栽前,我们要预备好泥土 市面上都可以买到种植泥土 但要留意种植泥土 是适合种植食用的蔬菜或香草 所以买的时候要留意成分 买到的泥土里面都有两种成分 黑的这些是泥炭土 泥炭土是植物枯渭在沼泽里面 所以它的成分比较保水 白色是珍珠岩 珍珠岩其实是一些火生的矿物 它的特性是轻生,但它是疏水的 所以市面上我们买到的泥土 它就会有这两种疏水和保水的成分 所以我们种盆栽的时候 它吸收水分的情况也会比较好 其实市面上都可以买到很多现成的盆栽 但是港大其实他们时不时都会派一些小苗仔 给一些同学去做家里栽种 但是要留意一下 其实这些小苗仔的空间是会有限的 特别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底部 如果它的根部凸出来 其实一棵植物告诉大家 这个空间已经没有足够的养分支持它再生长了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大一点的空间 现在我示范一下 如何把这个小苗仔移到一个大一点的盆栽里面 好 我们首先把一些泥土放在大的盆栽里面 大约放在泥土的深度和植物的高度 差不多预留到大约1cm的空间 然后我们就拿出这个苗仔 我们拿一个小花仔仔 沿着植物的边 把植物的边移出来 好了 我们拿了整个泥蛋出来 记得留意 我是希望植物的根部和泥是沾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像这棵苗仔 它盘得比较厉害 我们可以轻轻松一松它 因为是等它的新根可以继续生出来 然后才放在泥土里面 然后我们再填一些新的泥土 现在我填新的泥土 我希望它是可以刚刚覆盖到旧那棵苗的表面 的上面 撥一撥去先 我们尽量铺平它 这样就是刚刚可以和它换好空间 部分的香草 它如果要繁殖 我们是可以用插枝的方法 但我们插枝之前 要预备 将泥土淋一淋水 让泥土有足够的水分在里面 接着我们就可以剪一些枝条来做插枝 留意 我们这里有一些枝条 我们要数一下 要有这些节位 这些节位可以生根 亦都是可以生叶的 我们要留四个节位的长度 我希望有两节的节位 是会在泥面上面生叶的 有两节在泥的里面 我希望它会生根 那生根的节位 我可以剪掉它的叶 那生叶的 因为它刚刚插入泥土里面 其实它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吸收水分 所以我也可以剪掉部分的叶块 让它水分的蒸发能力 不太强 接着我们在盘里 画个孔 将脂条 有两个节位 插在泥土里面 让它可以生根 最重要的 我们做完插枝之后 记得一定要淋水 让脂条会有足够的水分 它可以去进行生根这个动作 刚刚未生根做了插枝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个植物 放在一些阴的地方 不要让阳光直接晒到它 因为它会抽光它的热面的水分 大约过一个星期 我们可以将这个盆栽 移去有阳光的地方 让它的热片可以生得好一点 是否还能做到 来看 放在一边 我们可以设计 这节目的 你能够摸大约 这是 我们可以设定 我们可以设定 可以设定